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执迷》 它的副标题叫做《如何正常的爱与被爱》 这是一本教会人们不再被爱所伤 回归健康的感情生活的书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类人 他们总是希望从恋人那里索取 更多的爱、承诺和安全感 却从来不知道给予 当恋人因为受不了无休止的索取 而最终选择离开时 他们又会死缠烂打 甚至不惜用钉烧、打骚扰电话 自杀、自伤这些极端的方式来挽回对方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 就是写给这些在爱情中拼命索取的人们 本书作者苏珊·福沃德 给他们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执迷型恋人 这也是本书叫做执迷的原因 苏珊·福沃德是国际知名的心理治疗师 是婚姻关系、恋爱关系 以及人际关系研究领域专家 拥有20多年的心理治疗经验 她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她的很多作品 比如《情感勒索》、《原生家庭》 被翻译成超过15种语言 而今天给你讲的这本执迷 原名叫做《强迫的爱》 是苏珊和媒体人克雷格·巴克合著的 也是苏珊的经典作品之一 今天我就会通过四个问题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 如何识别执迷型恋人 第二 是什么造就了执迷型恋人 第三 执迷型恋爱关系是怎么形成的 第四 如何走出执迷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如何识别执迷型恋人 通常来讲呢 执迷型恋人都有这样三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 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恋人 或者想要得到的那个人 比如 每天不管吃饭还是睡觉 除了恋人什么都不想 工作也干不进去 就连跟朋友聊个天 句句都离不开恋人 执迷型恋人的第二个特征 是对执迷的对象 有难以满足的渴望 比如 希望恋人能够时时刻刻陪着自己 能够猜到自己各种各样的小心思 还能在必要的时候扮演全能超人 帮自己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执迷型恋人的第三个特征 是已经被对方明确的拒绝 但是还是不停地追求对方 或者被拒绝后 行为开始失常 比如 有些执迷型恋人 明明已经表白被拒 还每天999朵玫瑰送到对方办公室 在对方楼下蹲守 让被追的人不堪其扰 还有些状况严重的执迷型恋人 他们在被拒绝后 每天情绪低落 想到对方就不停哭泣 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甚至还有可能在冲动之下 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来 如果你这三个特征都具备 那么你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执迷型恋人 另外呢 同时执迷型恋人 执迷的方式也并不完全相同 执迷型恋人有这样四种主要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 疯狂追求真爱型 他的主要表现是追求感情 常常是一厢情愿的 完全不顾对方的反应 比如啊 作者有一个来访者叫唐 唐在书店做兼职的时候 遇见了自己的女神 用唐自己的话来说 这是他见过的最温柔 最精致最优美的女人 但问题是 他第一次向女神表达爱慕的时候 女神就明确告诉他自己已经结婚了 但是唐就跟没有听见一样 不断地邀请女神喝酒喝咖啡 共进晚餐 甚至还从自己的单身公寓搬了出来 租了一个两个人住的房子 幻想着可以和女神共同生活 不管女神怎样明确地表示 他不可能因为唐而离婚 都没有办法让唐停止自己对爱情的执迷幻想 执迷型恋人的第二种类型 是情感绑架型 健康的恋人在一段感情结束以后 虽然也会痛苦 但是一般会用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 来度过这段痛苦期 比如找朋友倾诉和哥们喝酒 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 让痛苦的事情自然而然地过去 但是执迷型恋人在被分手时 采取的方式通常都比较极端 比如用自杀自伤来威胁对方 不断打电话骚扰对方等等 这样用消极行动转移痛苦感受的做法 在心理学上叫做宣泄 这种宣泄的方式 有时候表现为自我惩罚 作者有个来访者叫诺拉 诺拉在失恋以后 每天什么都做不了 就失魂落魄地守着电话机 希望对方打电话过来 她还爱上了失恋者的两大法宝 食物和酒精 每天用他们来麻痹自己 结果又搞得自己胃脚痛 可想而知 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 让她的整个情绪状况变得更加糟糕 另外一种宣泄的方式表现就比较外化了 也就是死缠烂打 用尽各种可能的借口 想要和对方见上一面 或者用一些威胁或者卑微的方式 祈求对方和自己重归于好 不管是自我惩罚还是死缠烂打 本质上都是希望用自己的痛苦来绑架对方 让对方知道 我这么痛苦都是你的错 你不能离开我 执迷型恋人的第三种类型 是得不到就想毁掉性 相比于前两种类型 这种类型的执迷型恋人 已经没有那么婉约了 他们表现得更有攻击性 因为他们已经明白 不管自己怎么执迷都不可能得到对方 于是得不到就毁掉 这种类型的执迷者 轻则损坏对方的财物 重则威胁对方的人身安全 比如给对方的车泼油漆 把车划掉 苏珊的一个来访者 在分手以后 还拥有南方房间的钥匙 就跑到南方家里 把她的衣物都放到浴池里 一把火给烧了 最糟糕的情况是 执迷型恋人 因为得不到而恼羞成怒 直接殴打 强奸 甚至把对方杀害 第四种执迷型恋人 是救世主行 与前三种执迷型恋人不同 这种类型的人 对恋人有强烈的拯救欲 他们会很容易爱上 问题先生或者问题小姐 对方的情况越糟糕 他们就会在这段感情中 陷得越深 如果你经常帮助你的恋人 解决财务危机 生理问题 情绪问题 或者试图帮他改掉酗酒 赌博 网瘾 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很可能就是救世主行的 执迷型恋人了 书里举了 娜塔利的例子 她在离婚两年以后 碰到她现在的情人 克里 克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 买的公寓没有钱还银行贷款 本来打算租出去用租金还贷款 但是 租户赖着房租不交 或者明明看好的投资亏了钱 再或者 车坏了 修车需要钱 而自己又刚刚失业 分文没有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克里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恋爱对象 只想赖着娜塔利吃软饭 但偏偏他每次表现出来的可怜无助 都能够成功激起 娜塔利的侧隐之心 所以 他一次次的帮克里解决各种财务危机 即使他自己也疲惫不堪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停止这样做 好了 到这里呢 这本书的第一个问题 如何识别执迷型恋人 就为你讲完了 他们不仅满脑子都是自己喜欢的人 还对执迷的对象 有着难以满足的渴望 在被对方明确拒绝之后 还要不断追求对方 甚至行为开始失常 听到现在 你可能有所疑惑 为什么有些人就可以进入一段健康的感情 而有些人就爱得这么痴狂 还这么辛苦 变成了执迷型恋人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什么造就了执迷型恋人呢 在爱情中 成年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 我们基本的人格特征 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体内化学物质变化 可能让人抑郁 或者喜怒无常 我们在青春期的情感经历 也可能会影响我们成年后和恋人的相处模式 本书作者苏珊认为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 来自原生家庭 执迷型恋人之所以对爱 过度执着 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小时候与父母 主要是母亲的分离过程中 感觉被抛弃了 这让他们恐惧 也让他们把被抛弃的恐惧 带到了现在的恋爱关系中 简单来说 分离是一个人走向独立的过程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 会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们的每个需求 不管是饿了困了 母亲都会尽量满足 这会让婴儿觉得自己和妈妈是一体的 不然妈妈怎么会那么懂我呢 但随着婴儿逐渐长大 她的自我意识开始发展 她会开始意识到 自己和妈妈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妈妈也并不会时时刻刻都能满足自己的要求 并且她需要离开妈妈 自己独立地做一些事情 这就进入到了一个分离的过程 分离这个过程有点像学游泳 有的时候孩子是在教练和救生圈的保护下 慢慢适应水的习性而学会游泳的 而有的孩子是被人一脚踹到水里的 他会挣扎会呛水 这种感觉让人非常不舒服的 甚至让人恐惧 同样的 在分离的过程中 有的孩子能在父母的陪伴和鼓励下 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直到孩子觉得安全了 父母才放手 他们的分离过程就会进行得比较顺利 长大以后会比较有安全感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被爱的 但有的孩子 分离过程因为各种因素干扰 进行得不顺利 孩子会感觉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就被父母抛弃在了一个冰冷的世界里 而正是这种抛弃感会让孩子内心极度恐惧 极度渴求爱 成年以后呢 当他终于有能力抓住一个爱他的人 他就会把童年时期对爱的渴求都转移到恋人身上 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地拽住对方 拽住这段感情 通常有三种情况会造成孩子的分离过程受挫 第一种情况是父母突然丧失 这主要指的是父母离婚 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或者双方突然去世 孩子其实很难理解父母离婚的真实原因 或者父母去世是不可避免的悲剧 只是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甚至都是自己的错才让爸爸妈妈离开的 第二种情况是父母的忽视 被忽视的孩子虽然看起来家庭完整 但是因为父母工作太忙生病等种种原因 没有时间管孩子 或者家里生了二胎 把对老大的关注部分或者全部转移到了弟弟妹妹身上 这些都会让孩子觉得被抛弃 第三种情况是父母的否定 有的父母虽然看起来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 但是因为对孩子要求非常高 或者害怕孩子会骄傲 从来都不表扬孩子 比如一个孩子从小就听妈妈说 隔壁小强英语好 你要向他学习 铜板小明数学好 你要像他一样 而对于孩子的优点 妈妈从来不赞许 父母的否定对孩子的杀伤力 有时候并不比丧失小 孩子如果一直努力 又一直得不到父母的肯定 就会觉得父母不爱自己 抛弃了自己 他的内心也会从失望到绝望 然后承认自己是个什么都不好 不值得被爱的孩子 当然了并不是说 所有分离受挫的孩子都一定会发展成执迷型恋人 我们前面说过 影响一个人恋爱行为的因素有很多 此外对于同一件事情 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所以结果也会不一样 还是拿游泳举个例子 同样是被扔进水里的 有的孩子扑通几下就开始游泳了 而有的孩子会因此一辈子都怕水 再也不想游泳了 然而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游泳 但是不能一辈子没有爱 有些分离受挫的孩子 长大后不仅不会放弃寻找爱 反而会更加急迫地寻找爱 从而造成执迷 说完了造成执迷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问题 一段执迷型的恋爱关系 是如何形成的 感情市场对手系 如果只有执迷的一方 而没有被执迷者盯上的另一方 感情也是没有办法形成的 作者苏珊福沃德 把执迷型恋人的另一半 叫做协同执迷者 她认为 在一段执迷的感情中 执迷型恋人固然应该负主要责任 但是协同执迷者也不是完全无辜的 至少他们选择了持续被虐 有两种类型的人 特别容易成为协同执迷者 第一种是强烈地渴望被爱的人 在这点上 他们和执迷型恋人非常相似 执迷型恋人非常急切地 想要找到一个恋爱对象 让他留在自己身边 而协同执迷者也很渴望爱 所以执迷型恋人一出现 两人就一拍即合 成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 但很快 执迷者对爱的控制 又会让协同执迷者感到窒息 想要逃离 这个时候 协同执迷者就进入两难境地 既离不开执迷者的这种强烈的爱 又觉得被爱得太紧 想要逃离 第二种 协同执迷者是犹豫不决的人 如果说第一种 协同执迷者不确定 自己是否应该离开这段感情 这类犹豫不决的协同执迷者 就是非常明确知道自己要离开这段感情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通常情况下 在想要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 为了不伤害对方 我们都会表达比较委婉 比如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 或者 我想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 一般人会明白 这意味着对方已经想要结束这段感情了 但是对于一个执迷的恋人来说 当他意识到对方想要离开这段感情 只会更加执迷地追求这段感情 比如更频繁地出现在你面前 更频繁地打电话给你 或者穿着性感地出现在你的家里 这个时候想要分手的伴侣 会产生一种错觉 他对我这么好 我为什么要分手呢 由此不仅分手不成 还产生了对执迷者的愧疚和歉意 还有一种情况 是对方会情绪崩溃 你一说分手 对方就用崩溃大哭歇斯底里 甚至自杀自伤来威胁 出于对他的关心 你也很难再坚持把分手说出口 但是越是这样反反复复 不坚定的恋人 越会成为执迷者的目标 成为协同执迷者 就这样执迷型恋人 在感情中拼命追逐 想要更多的爱和安全感 而协同执迷者 或者因为同样渴求爱 或者想要离开却犹犹豫豫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一段执迷的恋爱关系就形成了 最后呢 我们来说第四个问题 如何走出执迷 走出执迷的第一步是写执迷日记 为了对自己有更清楚的了解 你需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记录下自己的执迷行为 当你被强烈的情感驱动 满心想着恋人或者想着做点什么的时候 试着做一些记录 如果恋人只是从你的脑子里一闪而过 就不用记录了 如果想的不能控制自己 就记下来 每一条记录要包括日期时间 以及以下六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 是什么触发你想到恋人的 比如一首歌 一个餐厅 一天中的某个特殊时刻 都有可能让你想到你的恋人 第二个问题 我想了些什么呢 比如 我想起他听这首歌时 吻我的样子 他在这个餐厅第一次说爱我 等等 第三个问题 我有什么感受 你要记下想到这些事情时 自己的客观感受 比如开心 焦虑 遗憾 或者是害怕 羞愧 第四个问题 我想做什么呢 当想到恋人时 你会想要做什么 比如说 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他在做什么 或者是想要报复他 冲到他的家里大打出手 再或者说 想要大醉一场 第五个问题 我做了什么 与上个问题相联系 你可能在幻想中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事实上呢 只是吃了一大桶麦当劳 听着音乐大哭了一场 第六个问题 结果怎样 经过了上面 一系列的想法和行动 最终造成了什么结果 是连续给对方 打了二十个电话 直接跑到对方家里 还是麦当劳吃到兔 或者宿罪 把这些结果记录下来 在这样记录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对自己的执迷行为 有一定的了解 也会更清楚地知道 自己做了多少离谱的事情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第二步 关闭执迷系统 在这个阶段 你需要给自己的情感 放一个两周的假期 如果你和恋人同居 要从对方的房子里搬出来 或者请恋人离开 当然呢 你也可以潇洒地去度个假 唯一的条件是 你不能和恋人见面 分开的这两周的时间 要具体做些什么呢 首先就是要尝试控制自己的行为 通过记录执迷日记 你已经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了 把你会做的事情列成一个清单 然后对照清单加以改正 比如说呢 如果你的执迷行为 是忍不住要给恋人打电话骚扰 那就勒令自己停止给对方打骚扰电话 请事先把电话交给朋友保管 如果觉得忍得非常难受 可以求助身边的朋友 或者心理治疗师来陪伴你 帮助你停止这些行为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系统地 为自己规划这两周的假期 比如邀请朋友聚餐 去看一场电影 报一个钢琴或者绘画班 总之啊 要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 一方面这让你有更少的时间 去想与恋人有关的事情 另一方面呢 你要开始为自己的生活 建立恋爱以外的支点 在控制自己的行为之外 你还要尝试着控制自己的 执迷想法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尽最大可能避免碰触 执迷的扳机 还记得之前我们讲到的 执迷日记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 是什么触发你想到恋人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已经识别出 执迷的扳机了 现在你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答案列出来 然后躲得远远的 本来那两周不见 对于执迷型恋人来说 几乎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作者苏珊的一个来访者 就跟他说 我好怕我去度假了 回来就见不到他了 我承受不了这个 那想要让自己 抛弃这些执迷的想法 也肯定特别难 但这些都是摆脱执迷的 必须步骤 作者建议 你也可以在一个 相对放松的时间 比如午休时或者睡前 允许那些执迷的想法 肆无忌惮地存在一会儿 但是当这段时间结束时 你要有意识地 大声地对这些想法说 时间到了 你该走了 在这样度过两周以后 你在想法和行为上 都会有一些改变 然后在情感假期的最后一天 你要重新对你的感情 进行评估 因为在和恋人 保持距离两周之后 你对感情的评估 会更加客观 这个时候 有一些执迷型恋人 会发现 你和恋人的感情 其实早就已经结束了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 一直死死地 拽着这段感情而已 比如恋人已经切断了 和你所有的联系 已经明确表达过 要结束这段感情 或者每次其实都是 你主动联系对方 而对方很少回复 甚至你的恋人 早已有了新的约会对象等等 如果是以上这些情况中的 任何一种 你都需要说服自己 要放下这段感情 而不是一直用逃避的方式 来欺骗自己 你可以为自己 逝去的感情 写一篇道词 然后把它大声地读出来 把所有的伤心 生气 挫败 全都表达出来 这种有仪式感的告别 会更加增强 你结束这段感情的决心 到此不是结束 而是你真正放弃 这段感情的开始 另外一种情况 要好一些 你会发现 自己做了很多 伤害对方的事情 但是这段感情 还有修补的可能 两周的假期 不会让你脱胎换骨 但可以帮你按下 执迷的暂停键 然后让感情 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你可以和恋人约定 每隔一段时间 比如一个月 三个月 或者半年 就与恋人 重新评估自己的 执迷状况 是否有所减轻 对于你的状态 恋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所以一定要用心 倾听他的感受和建议 你也可以在回来之后 继续使用我们之前 讲的这些方法 在关闭执迷系统 这一步完成了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第三步 彻底清除执迷倾向 我们前面说过 一个人之所以 在感情中表现得那么执迷 是与童年的分离过程 感到被抛弃有关 所以想要彻底与执迷告别 就需要正视童年被拒绝 给自己造成的创伤 与父母和解 作者苏珊建议 你可以写一封信给父母 讲述童年时候的经历 给自己造成的痛苦感受 你还可以写一封信给自己 帮你澄清 识别和关注童年创伤 带给你的感受 这同样会是一个 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很多人很难找到机会 和父母诉说 或者有机会也完全说不出来 甚至写信都让他们 觉得困难重重 如果童年对你的伤害过大 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走出来 建议你找一个心理治疗师 去帮助你系统地与那个被伤害的小孩告别 从而彻底走出执迷 好 这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 如何走出执迷 主要为你介绍了告别执迷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 写执迷日记 第二步 给自己放个情感假期 关闭执迷系统 第三步 彻底清除执迷倾向 以上这些方法都是针对执迷性恋人的 对于协同执迷者 作者并没有在书里说他们应该怎么做 那么结合我的心理咨询经验 如果你发现你的恋人是执迷型恋人 请一定下决心离开他 虽然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并不容易 你甚至还一度爱上了恋人疯狂地追求爱的方式 但是沉迷于这样的恋爱关系中 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伤害 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除非你的爱人下决心想要改变 好了 到这里执迷这本书我就为你讲解完了 我们再来简单地回顾一下 执迷型恋人通常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恋人 二是对于恋人有难以满足的渴望 三是虽然已经被对方拒绝 但依然对对方穷追不舍 根据执迷方式的不同 他们一般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分别是疯狂追求真爱型 情感绑架型 得不到就毁掉型和救世主型 作者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发展成为 执迷型恋人通常是因为童年时期 与父母的分离过程中出了问题 所以非常疯狂和执着地在恋人身上 寻找没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温暖 执迷型恋人想要走出执迷 要经过三个步骤 第一步写执迷日记 第二步给自己放个情感假期 关闭执迷系统 第三步彻底清除执迷倾向 好 执迷这本书就为你讲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